一只会飞的微型摄像头正死死的监视着女孩 未来世界 未来预防犯罪 全职公司研发了这种像苍蝇一样会飞的摄像头 全天候如影随形 无论你是跟她洗澡 吃饭 还是睡觉 24小时监视人类的一举一动 一旦有人犯罪 全程的大屏幕立刻就会显示她的照片 但是就在昨天小美的爸爸却在小苍蝇的监视下被人杀害 然而福伯勒前来调查的时候 却以监视器并未上报犯罪行为为由 定义小美的父亲为自杀 小美和哥哥一听就鸡眼了 俺爹明明是背部中的子弹 你他们又要表演一个背部中枪自杀 但福伯勒却不管这些 死的又不是我爹 于是他们给出具了死亡报告就草草的结了案 这时一位自称市长秘书的大婶来安慰小美 放心大妹子 福伯勒管不了的我来管 如果你有什么线索就来找我 于是第二天 小美又找到全职公司的管理层 希望能看到夫妻案发时的监控画面 因为里面很可能就已经拍到凶手的画面 可管理层却说 监控公司公司的机密只要是人类都无权查看 只能用一台主电脑进行分析上报 面对如此冷血的管理层 小美纷纷不平地看见一旁的雕像 然后用力一推 这时小苍立马辨识出小美损坏私人财物 接着全程的大屏幕就公布了小美的违法信息 因此小美被罚款一万两千块钱 此时小美万箭俱灰 心里有了打入全职系统的念头 但系统的主电脑受到了公司严密的保护 没有授权人的红膜或者指纹连门都进不去 况且身后还有只小苍蝇 全天厚地监视自己 但小美心中已经有了万全的计划 晚上回到家 她把一层隔热膜垫缝在自己的口袋里 第二天去上班 她就一直盯着上司手里的笔 直到上司把笔放在桌上 接下来她要偷走这只笔 就能复制上司的指纹 但身后那小苍蝇正死死地监视着它 此时小美的瞳孔开始放大 手心也开始紧张到出汗 为了不被小苍蝇检测到 小美强装震顶 擦干了手上的汗 下一秒就把手放在桌上 然后以迅力不及咽尔倒零指示 把笔放进了口袋 小苍蝇监控感觉到了异常 便启动了红外检测 但小美已经提前给口袋里缝了一层隔热垫 小苍蝇扫描了半天 也无法识别犯罪 小美的第一次犯罪之下成功了 接下来小美用指纹识别器 把上次的指纹打印了出来 指纹搞定后 接下来就是避开身后烦人的小苍蝇 于是小美经过了几天的潜行学习 知道了小苍蝇一旦受到强烈的电磁干扰 监视器就会失凉 小苍蝇一旦办公 新的苍蝇就会自动激活 继续跟踪这个目标 而交替的这段时间会空出4分钟 既然小苍蝇怕电磁场 那就直接带它去电磁场最强的地方 于是小美来到公司天台 她捡起地上的木棍 挑起高矮电管 直接躲到了后面 此时小苍蝇受到电磁干扰 不一会就激活下线了 而新的小苍蝇已经自动激活 此时能不断地搜寻小美的情绪 小美要在这仅有了4分钟之内 赶去主板房偷出主板 此时她掏出制作好的指纹 然后顺利进入主宝盘 拿出主板 包上隔热垫 放入口袋 全程一气呵成 出来后的小美 刚好被寻找她的小苍蝇成功识别 主板也顺利拿到 接下来小美要做的就是 把做好的破解器贴到主板上 但整个过程又属于犯罪 不能被小苍蝇识别 怎么办 偶然间小美发现 小苍蝇对强光有反应 于是她就利用了这点 准备了一个强光灯 然后用司机蒙住自己的眼睛 打开强光灯蒙眼做案 小苍蝇则在强光的照射下 无法对焦 而小美也成功地将破解器贴到主板上 现在离找出凶手 只差最后一步了 那就是要将一个传输器 安装到数据库里 而这个操作要涉及到打孔 那一定会被小苍蝇识别为犯罪行为 然后就在这时 小美遇到了一个正在打孔的工人 这时小美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小美一手拿着电钻 一手拿着相框 对着身后的小苍蝇说了句 我太爱打孔了 然后便开始对数据库开始打孔 这时的小苍蝇开始识别小美的行为 分析结果显示日常习惯 原来那天小美看到打孔工人 是被小苍蝇识别为职业行为 于是小美就买了大量的相框 每天下班之后疯狂的在家打孔 然后反复做同一个动作 直到小苍蝇记录下这个日常习惯 就不会被识别为犯罪行为 此时小美已经成功将传输器安装好 然后再用粘合剂填补漏洞 真相即将水落石出 小美把所有的东西组装起来 再把接收器插上电视 此时监视器里的父亲拿着衣服准备去洗衣房 突然背后一声枪响 父亲应声倒地 很明显 这他们根本不是自杀 但父亲身后的凶手 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光头男 经过全职系统的一番搜索 他们得到男人的地址 但这个男人根本不是全职城里的人 原来全职系统并不是无处不在 只有城里的人被全职系统时刻监控 城外没有全职系统的监控 所以也时刻面临着危险 那么兄妹俩还是决定前去城外寻找这个男人 然而当兄妹俩找到这个男人时 很疑惑 为什么你杀死我父亲呢 你身后的小苍蝇 为什么没有上报你的行为呢 男人倒也干脆直接告诉小美了 我是通过城外的下水道 然后再从下水道穿行20公里来到你们家 另外我也是受雇余人拿钱办事 要找你们就去找我雇主去 得到真相的小美犹如晴天霹雳 她气愤地走进餐厅 质问面前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杀害父亲 然而市长秘书却说 因为她的女儿是你 我们一直在寻找有能力敢于冒险的人 经过寻找 而你就是最佳人选 我们只有杀了你的父亲 那逼迫你完成这个完美的行动 而那块让小美冒险搞定了系统主板 在小美出城时 也被市长秘书趁机收入囊中 有了系统主板 她就可以随意查看里面的监控 财富 权力 可谓尽在掌控 现在的她 犹如这个城市里神一般的存在 此时的小美紧握桌上的餐具刀 恨不得立刻刺向这个女人 但如果小美那样做了 小苍蝇又会识别她犯罪行为 最终小美一刀刺向女人面前的牛排 女人被吓坏了 而小美则潇洒地离开 这是全知第一季的全部内容 第二季还没开拍呢 看架势 第二季要拍小美的复仇计划 到时候我会接着给大家讲 第二季的内容 拜拜